欢迎来到肖卖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为自身发展不合洋洋二搭 宁愿和新演员合作 洋洋太尴尬 迪丽热巴是娱乐圈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迪丽热巴自身非常优秀 颜值超高 再加上她精致的演技 在娱乐圈发展一帆风顺 迪丽热巴自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资源 很多当红男明星都想和迪丽热巴合作 迪丽热巴成为娱乐圈新宠 很多男明星都和迪丽热巴合作过 但是网友们觉得和迪丽热巴CPU感最强的就是洋洋 洋洋和迪丽热巴曾合作过你是我的荣耀 正是因为这部剧的宣传 再加上剧情甜蜜 俩人成了屏幕上最炙手可热的CPU 网友们都想迪丽热巴和夭夭再次合作 到时候一定引起很大的反响 迪丽热巴为自身发展不和洋洋而大 两人之间的合作还是挺好的 为什么迪丽热巴会有这样的想法 演员就是靠流量被大家知晓 洋洋和迪丽热巴流量非常大 但是迪丽热巴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难道两人之间有什么隔阂吗 关注迪丽热巴的都知道她有一个拍戏原则 这条原则就是不与同一个男演员二次搭档拍戏 迪丽热巴已经和洋洋合作过一次 按照她的拍戏原则应该不会再次和洋洋合作 按照她的拍戏原则应该不会再次和洋洋合作 洋洋和迪丽热巴合作确实获得观众的喜欢 他们之间的CPU炒得也越来越厉害 从表面上看至于他们两个是有好处的 但实际上要是一直这样炒作下去 会影响以后的发展 他们两个不可能一直合作 还会出现新的合作对象 那个时候就会被大家拿来比较 自然接受不了他们和其他演员合作 恐怕到时候会引来网友们的争议 迪丽热巴为了以后的发展 不会再次选择和洋洋搭档 迪丽热巴也说过 就算找不到好的合作对象 宁愿和新演员合作 也不愿再和以前的搭档合作 只要和同一位男演员多次合作 就会被观众捆绑 观众们前一时里就会把他们两个联合在一起 会成为以后发展的阻碍 所以迪丽热巴宁愿和新人合作 也不愿和老搭档合作 一个新的面孔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迪丽热巴宁愿和新人合作 也不愿和洋洋搭档 这让洋洋非常尴尬 不和同一位演员再次搭档是迪丽热巴的拍戏原则 这并不代表是洋洋的拍戏原则 看到迪丽热巴这样说 洋洋太尴尬 洋洋和迪丽热巴合作后 她的热度有了一定的提升 他们肯定是想趁热打铁 有可能想和迪丽热巴再次合作 继续加大观众对洋洋的认知 很明显能看得出来 洋洋很喜欢和迪丽热巴搭档 迪丽热巴大概是洋洋最好的合作对象 但是迪丽热巴已经表明自己的立场 洋洋处境非常尴尬 洋洋想再次和迪丽热巴合作 但是迪丽热巴有自己的拍戏原则 就算热度很高 迪丽热巴也会为了自己以后的发展选择 放弃洋洋这个搭档 迪丽热巴是时下大火的女演员 去年商业价值飙升 身上拥有三十几个代言 稳居女演员的榜首 之音一部《你是我的荣耀》 让她赚得盆满钵满吃到很大的福利 成为代表作不说 还让她进一步成为合作方的宠儿 剧本接踵而来 这部剧之所以火 与炒CPU有很大的关系 之前的迪丽热巴不太喜欢炒CPU 这次在讹厂的作用下 只好乖乖地配合 结果还真就奏效 与洋洋组成的洋迪CPU大火特火 成为现在的当红萤幕情侣 热度迟迟没有完全散去 很多人都希望他们可以再次合作 继续磕他们的粉红泡泡 也有很多剧本主动找上门 邀请他们再次合作 看中的就是他们的CPU感 实话实说 这种促二搭的想法只是想得美 洋洋不会同意 迪丽热巴更加不会同意 因为迪丽热巴有一条原则 不会轻易违背 迪丽热巴对合作对象有要求 是他的一条原则 这么般配多合作合作多好 没准就可以真的在一起 圆了很多CPU粉的愿望 其实这就是一种弊端 强行安排男女演员在一起合作 短时间看有好处 长时间看弊端尽显 观众总看他们合作 时间一长 他们单独出去再拍戏 换了新的男女搭档 观众肯定接受不了 甚至牵扯出一些纷纷扰扰 上升到口水战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恰恰符合迪丽热巴演戏时的一条原则 即不与同一个男演员二次搭档拍戏 这几年迪丽热巴一直秉承这个原则 你翻看他的影视记录 就没有与哪个男演员 二次搭档担任男女主角的情况 无论是杨阳也好 邓伦也好 吴磊也好 黄景瑜也好 张彬彬也好 盛一伦也好 等等 都是一轮游 合作过就不再合作 最多在综艺节目同台 想二次合作没可能 迪丽热巴这条原则是出于自身发展考虑 当然这条原则有可行性 娱乐圈里的男演员多的是 不怕没有合适的对象 再说自己完全可以抗拒 大不了和新人男演员合作也可以 如果一旦与某个男演员再次合作 那意味着再次捆绑 本身就有观众基础的两个人 再结合在一部剧里 很容易形成日后甩也甩不开的局面 这是一种风险 迪丽热巴在与其他男演员合作 观众会不买账 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 影响剧集的宣传效果 辛辛苦苦演戏 因为一些有的没的被影响 损失稍微有点大 再有观众也会想入非非 为什么他们二搭 是不是彼此之间有情况 是不是彼此低调恋爱了 这些想入非非 最直接让迪丽热巴陷入非文漩涡 各大通告满天飞 疑似迪丽热巴与某某恋爱 疑似迪丽热巴与某某假戏真做等等 回应吧 越说外界越来劲 不回应吧 总不能看着非文愈演愈烈 左右为难的尴尬 所以迪丽热巴这条原则很对 可以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 好好发展事业比什么都强 其他都是次要 please click the subscribe button to update our next interesting news and share videos your support is our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to create a more attractive next product thanks for watching the video and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with our next time and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